你好 李大夫 我想问一下您 就是说中医在英国这边 就是您行医有三十多年了 在英国 就是说您有什么样的感受 然后咱们 在英国十六年 十六年 在英国您行医有三十多年了 对对 然后在英国有十六年了 对对 那您现在对这个中医 在英国的发展 有什么看法和想法没有 中医在英国的发展 实际应该说和全国 中国也都差不多少 就是人们对这种自然 这种氯化 现在就是越来越喜欢 因为现在有很多 比方说 需要这种化学产品 对人们带来的这些副作用 人们开始认识的更深更多 所以中医中药呢 就更显得有它的发展 趋势和地位 尤其现在人们生活水平低高了 有很多人都比较重视 这个自身的保健 长寿啊 美容啊 病的预防啊 对这方面一般的都是 比较重视吧 那英国人跟中国人 有什么不同 看中医 中国 英国人现在对中医的认识 也是这样 就是也觉得自然产品 确确实实对 这个 对身体啊 对治疗啊 也有好处 而且呢 就在英国这十多年嘛 我看到有很多的英国人呢 越来越信这个中医的越多 因为中医在英国呢 确确实实起到很大 辅助治疗的作用 有很多都是慢性病啊 有很多这个西医 解决不了的病啊 在我们中医 确确实实显示了中医的有势 比方说我在这里边 遇到一些 比方说腰间慢脱组啊 风屎啊 还有这个口眼歪邪啊 就等等嘛 有些疾病的西医 确确实实 他们已经有些疾病 就是已经达到了数数无策吧 其实拿口眼歪邪来讲呢 这个病大多数还是应该能治好 但有一部分特难治的就是 在很多医生手里边 都是治不好的时候 往往真的遇到一个 对这方面疾病 比较有经验的医生 还是很有优势 还有比方说 哮喘啊 那么 以前呢就是说 在我们就有一个白人病人 当时家里边都给嫁到医院来 这个病人我没见到 但是是其他中医诊所的病人嘛 嫁来以后呢 他说了这种情况以后 那个诊所的医生就给我打个电话 打电话就讲 这个病人情况 我听了以后呢 我说你问问这个病人 我估计这个病人好像是肺心病后期 那么呢 那个大夫问了以后呢 确确实实是这种情况 他就当时说 说他们的英国的医院的一些专家啊 医生就跟他说 说他们没有什么办法了 你们可以去试试中医 那通过这件事情就能看到什么呢 就说在英国已经不是普通的老百姓信任中医了 已经有一些比较水平高一点的这个医生呢 他们也认识到中医的优势和中医的力量 所以他才会接受这个病人来 那么呢 我当时我就帮助这个医生开了一个房子 结果 他用了以后呢 第二个星期 这个病人就自己开车来 非常高兴 这样的话 通过这个病人呢 就 他们对这个疾病是一种饮食 一般是不和别人说的 但病往往比较重的时候呢 亲亲他朋友借别利用 他会看得出来 他的变化他也会看得出来 所以这样的话呢 就有了很大的影响 我们中医在这里边的影响 就是这样影响起来的 所以我觉得在英国 我们还是挺有前途的 只不过现在问题是 有的时候可能英国政府啊 有一些上层对中医认识还不够 知识还不够 同样呢就是中医呢 当然也有中医的弊短 有很多可能技术方面呢 或者是因为在这里边 行医有一些属于一种 省医的角度啊 所以对中医也有一定的影响 嗯 嗯 就是这样吧 好谢谢您啊 去吧 你